一般的我们常见的条码有一维条码 比如说以编号htc000022 它可以利用一维条码的code39编码 成为我们常看到的一维条码 或者code128 如果说我们用二维条码的QR码编码的话 如果同学你今天有手机 有QRcode的扫描的话 你扫描这一个图案 它就代表这个编号 所以以下我们开始来解题 在WP05底下有两个档案 之一的主文件档 我们打开 接着呢 另外一个 是WPT05-2的资料档案 包括手机 比如说老师刚刚讲的编号htc000022 品牌金价等等 是我们等一下要做合并列印的资料来源 好我们先将视窗关闭 接着我们要在合并列印 启动插入条码功能 首先呢我们必须要新增 日文语言 同学可以从档案 选项里面 在语言 新增其他编辑语言里面 将日文 新增 新增完成以后 我们就按 确定 它会要求 重新启动 好 确定 我们将 这个档案 关闭以后 重新再启动 WPT05-1 进来以后 等一下合并列印 就可以插入条码功能了 第一小题要启动合并列印的 标签功能 我们点按上方 邮件 利用启动合并列印 点按标签 格式呢 我们取消 应用原来题目给的格式 1-A 我们点按 第一段 接着选取 收件者 使用现有清单 一句题目 C里面 ANS.CSF WP05底下的 WPT05-2 开启 汇入之后 一句题目 插入合并栏位 品牌 接着1-B 第2个段落 在黑色点之前 点按以后 插入合并栏位 手机 在点之后 点按 利用上方 条码功能变数 选取功能变数 以条码类型 一句题目 将编号 转换成 QR Code 在进阶里面 调整一下 图案的大小 是80% 按确定 再按一次 确定 好 可以看到 是编号 QR Code 一支D 在平均价 帽号后面 点按 插入合并栏位 均价 格式 我们选取 金架的 栏位 接着 在常用里面 点按字体 往下拉 选取Area 大小 14点 字形颜色 深红色 第2小题 编辑收件者清单 我们点按上方 邮件 点选 启动合并列印上方的 编辑收件者清单 预计题目 我们先将 选项 点按一下 点按以后 取消 全选 接着 利用品牌 右边 点按以后 选取 递增 排序 往下拉 到HTC品牌的时候 点选 所有的HTC的 手机 好,挑选完以后 一级题目 金价 递减 排气 移除重复的清单 点按下方 行走 重复值 有两个 重复 我们取消 其中一个 按 确定 再按一次 确定 完成筛选以后 接着利用上方 更新标签按钮 点按 更新 所有标签 好,完成以后 一级题目 档案 另存新档 在WP05之下 将WPD05 改成WPA05之一 储存 接着 进行合并列印 在邮件右方 完成以合并 点按编辑个别文件 合并记录 全部 按确定 合并以后 是一页 8个产品的一个 文件 完成以后 档案 另存新档 将合并完的文件 儲存WP05-2 按 储存 最后 一期题目要求 在档案 选项里面 将语言 日文 移除 按 确定 按 确定 到此 解题完毕